剛剛我做的比較快 好,現在這個場景能去樓空 沒有關係齁,我把這個就拿掉了 如果老師暫時不需要你就是先這樣藏起來 老師有沒有發現我剛剛錄就是這個範圍 對不對,就錄這個範圍 但是它不是只有錄那麼小喔 因為我錄的是這個螢幕解析度的 只是因為我們這個軟體的操作的時候 你會是不是會看到下面這裡 對不對,會看到下面這邊 那我們現在呢,拿剛剛我們有講的就是 您在這裡面不是有虛擬聖盆有欄目影片嗎 好,這兩位同學我有跟他倡回 因為他是我的學生嘛 上了課之後永久就一直被使用這樣 沒有啦,因為平常在學校上課我們還會有上那個 就是會有那種視訊特效軟體 都一定要讓同學自己體驗一下嘛 欸,用自己的跟用別人哪裡不一樣 認真度不一樣 跟你講真的 自己的都很在意 別人的沒關係,輕輕猜猜猜 猜你出來沒關係 哈哈哈哈 好,來我們試看看還有加號 對不對,先找到他 有沒有一個視訊 你如果標準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是不是影片叫做什麼 有沒有叫媒體來源 如果你要加入是影片的話 你就從這個媒體來源把它加進來 OK,那我們按確定 好,找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新資料夾2 這裡 確定,好,還好還好,有進來了 大小稍微調整一下 那,你看到像這樣子 我當然是把它藏在後面嘛 對不對,好的 那麼我針對這個 你可以在這裡按右鍵 也可以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你看我們現場拍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 是不是有點 沒有欄目的地方也拍到的 這個影片用怎麼拍的 用手機拍的 所以其實老師如果說 你們不要用現場 這樣直接即時的去背 你可以就是讓同學 或是你要拍的對象 就在欄目前面 還是你去租照相館有沒有 照相館他們家也都有這種 在那裡面拍完了 等於就跟我們一般用那個 威力導演網或者是 會聲會影 後製的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雖然我現場沒有 沒關係,我就先拍好 那拍好之後來這邊濾鏡 按右鍵之後有一個濾鏡 可是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解析度比較小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 把這個視窗稍微縮小一點 你看這邊 有沒有是特效濾鏡 下面這個 這個加號 這樣了解了嗎 從這個地方進來 有一個叫做色度鍵 這裡比較容易混淆 就是色度鍵跟色彩鍵 因為翻成中文 看起來都差不多 這個英文叫Color Key Color Key 比較屬於標準的 像我們一般的那種 就是視訊特效軟體 或剪接軟體 它都有這樣的功能 那進來之後 第一個動作 先選擇你的木 到底是哪一種的 是綠色還是藍色還是其他顏色 基本上這兩種顏色 是我們目前最常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種顏色 在我們人身體上是最沒有的 早期是以藍木為主 那後來就是 又另外一種 就螢光綠 所以您需要的 只要是這種 螢光藍或螢光綠的什麼 這種布木就可以了 第一個 一個前提就是不能反光 反光就完了齁 好 那稍微來一點 喔 不見了 來為什麼不見了齁 來您看一下 因為這個 如果您有需要的話 進來的時候 因為影片已經播完了 哈哈 我講解講完 你可以勾這個循環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讓這個影片 不斷的循環播放 你就不用擔心 總有一天播完這樣子齁 好 所以如果你剛剛 沒有設定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個屬性 就跟你剛剛一進來那個 那個設定一樣 好現在他們兩位又出現了 好 我就重新再進到濾鏡裡面 色度鍵 其實你不小心已經看到了 他們 有沒有已經去備完了 有沒有 但是 難免會有一些效果 不是很好的 你點到它 記得喔 由上而下 這三個就夠了 好這三個 先從相似性做調整 好相似性調完 平滑度 再來是什麼 就是那個顏色的 比較鮮一點 還是比較黑白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你看我如果去太多 是不是全部都去掉了 就把它拉回來 像它的顏色 這個灰灰的 就有點跟剛剛老師 坐在前面這邊一樣 就它本身這個顏色 事實上是有點 一點點的藍 一點點的藍齁 所以我就必須要稍微再 減少 但是你少了太多 有沒有發現藍幕就 又跑出來了 你看這樣子 其實也有一點點去備效果啊 只是去的不乾淨 好去的不乾淨 所以我們就 先從這個先調 那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旁邊是不是有點 藍藍的 這個時候 平滑度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 平滑度 有沒有覺得 藍藍的 會稍微少一點 對不對 當然還是一樣不能太多 還是不能太多 太多就會有影響 那這個 就 顏色了 所以 OK 好 如果確定沒問題的 你就先比對一下 確定它們都有 站好角度 大小都OK了 這樣 就可以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